关系的一个话题就是过敏性鼻炎 它虽然和新冠没有直接关系 可是呢在现阶段和新冠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新冠现在最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咳嗽 特别是干咳 而过敏性鼻炎在现阶段也会造成干咳 所以往往很多患者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干咳而非常着急 寝食难安 然后呢跑来医院要去检查 今天这个呢并不是说你不要去医院检查 而只是呢降低大家的一点恐慌 先介绍一下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其实是一种季节性的 由于各种东西比如说灰尘啊花粉啊 那种菌啊一些小的那个动物的像虫蛮啊 这种东西啊引起的一种免疫系统的一种过激性的反应 因为这些东西本身不会造成人体伤害 可是免疫系统接受了这个信号之后 觉得是一种外来的侵蚀物 所以呢他们就是有一种反应 想把这些东西给排除出去 所以经常看到的症状呢就是鼻塞鼻子发痒打喷嚏的现象 另外呢还有一个现象呢就叫postnatal drip 就是鼻水倒流而造成的咳嗽 鼻水倒流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鼻水倒流的问题呢就是说 当那个鼻水啊过浓或者过多的时候 它会粘附在那个喉咙 那个部位 然后呢就造成你的喉咙不舒服 然后你就会咳嗽 这种咳嗽呢和新冠肺炎的咳嗽是不一样的 这个咳嗽呢是间隙性的 什么叫间隙性的 你可能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很厉害 然后四五个小时或者整天都不咳嗽 可是下午出去抖一圈回到家又咳了 而且一咳的时候又非常厉害 可是呢又干咳 你又不觉得任何其他症状 而新冠肺炎的咳嗽呢 它往往不但会有咳嗽 你还会有发烧 不但会有发烧 而且咳嗽的时候觉得肺油会有不舒服 有些病人说有种争扎的一种感觉 这个是两者之间不同 而且新冠肺炎的咳嗽 它是连续性的咳嗽 就是你每十分钟十五分钟就会咳嗽了 它不会见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 最好的给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预防方法就是口罩 当然你不需要N95口罩 因为灰尘这里的颗粒就比较大 N95口罩就不必要了 一般的那个手术口罩就可以了 这个病怎么治 一般的情况下 有这几种制法 第一种就是口服性的过敏性药物 过敏性药物又叫抗主治安的药物 抗主治安药物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第一代的药物呢 往往是那种副作用比较大 一般就让人家觉得昏昏欲睡的感觉 所以呢有些时候呢 也作为一种安眠药 使用 像美国的用的Banagel啊 这种东西都这样子 中国的你叫本海 Tomin啊这种东西啊 都是这样第一 第一类的啊 第一代的 第二代呢和第三代呢 它的副作用就小了很多 而且呢现在呢外面呢 基本上很多呢 就是非处方就可以买到的 像美国的市场上 像Clariton啊 Allegra的 Zertac啊 这些都是不需要处方的 你就随便可以去 像 Walmart啊 CVS啊 Walgreens啊 Costco啊 都可以买得到 后面呢 我也列了一下中国的那些中文名词 那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虽然第二代副作用小了 可是它副作用还是会有的 它虽然不会引起非常严重的 像安眠药炎的作用 可是有些人呢 还是会有昏昏欲碎的感觉 所以我一般的建议呢 这种药物呢 有昏昏欲碎感觉的人呢 就在晚上吃 零碎之前吃 比较好一点 可是在很大一部分呢 一点感觉都没有 像我 我吃了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有感觉的人 当然了 你们开车啊 什么东西啊 就小心一点点 小心一点点 这个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你长期使用的时候呢 会效果慢慢慢慢的减弱 就第一年效果挺好 第二年呢 你觉得效果没有什么了 所以呢 我一般叫做患者呢 有些时候呢 你们可以来来回回反复使用 像第一年用Clariton 第二年拐成Allegra 然后第三年用Zertac 然后再转回去 都有可能 这样子呢 可以呢 相对说抗药性呢 没有这么厉害 接下去一种呢 就是有些人不喜欢用药的人 就是你不想用药 那么就用一个洗鼻器 因为这个理论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灰尘啊 这种东西引起的 它积压在那个鼻腔里面 造成一种免疫反应 如果我们把这些病 过敏源给清洗掉了 那么问题可以解决很多 确实也是如此 所以呢 外面呢 有很多种不同的洗鼻的气 不同的 哪一种好 我不管 因为我不为任何产品代言 我只是告诉大家 有这种这类的产品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找自己合适的 一般呢 这种里面呢 都有一包一包小小的粉末 这些粉末是什么用的呢 这些粉末呢 其实让你化开水 这样子呢 就不是普通的纯净水了 而变成一种像生理盐水一样的一种 这样子对鼻腌膜的刺激就会小好多 我认为呢 还建议呢 冲开那个水之后呢 最起码要室温 不要冰冷的水 最起码室温 最好再略微加温一下 最好 这样子呢 和体温差不多 你对鼻腔的刺激就会越小 一般的情况下呢 是从一个鼻孔里面把水喷进去 让那个水从另外一个鼻孔里面出来 然后呢 再换回来 朝另外方向来一次 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个洗鼻器呢 单独使用效果就已经不错的了 可是呢 在非常严重 过敏的季节 像现在或者秋天的时候 非常严重的时候呢 我比较建议呢 你把这个和喷鼻的药水用在一起 这两者相结合 就是你把鼻子洗了 把过敏源洗掉之后 再用这种药水 这个药水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可以使比较里面浮肿的 那个鼻腔淹膜 消肿 那个鼻子的那个鼻塞啊 鼻鼻水啊 现象就一下子就会好了很多很多 这个过敏药呢 叫Flonis 在美国也是 所有的药房里面都有 Costco都有 在中国呢 叫的名字呢 叫负数量 你们也可以买得到 这现在是激素类的药物 因为是激素类药物呢 所以我不建议长期使用 什么叫长期使用 就是我不建议你们一口气 用上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一般的情况下 我建议用三到五天时间 然后停一停 看一看你的过敏的症状 是不是已经完全消除了 如果已经消除就不需要用了 单单洗鼻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没有 那么当然还可以用 可是你每三到五天 最好给它一个间隙时间 给它停一两天时间再用 如果说你长期连续去使用 因为是一个激素类药物 可以是鼻腔捏膜变薄 然后呢就容易引起鼻出血 这样子就不是这么好了 所以说呢 我往往就觉得就是说 洗鼻子你可以每天都洗 没问题 一天洗两次都没问题 因为它们不是药物 你可以连续洗 可是用这个药物 激素类药物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 我建议就是短时期的用用 然后停一停 这两子结合 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好的 先洗鼻 洗完鼻子之后 喷这个药 效果 尤为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安安定定的过这个过敏季节 谢谢